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加入米耶翻译的商务日文翻译力课程 这门课会以商务日文翻译为主 说明商务翻译的基本以及实物内容 不管你是单纯想要了解翻译在做什么 还是将来想当专职的译者 或是只想在闲暇时间接翻译赚外快 相信本课程都会对你有帮助 本单元首先要说明的是专业译者的条件 还有成为译者的管道 先请大家动动脑 思考接下来的观念正不正确 第一个是只要日文有一定程度就能当译者 是这样吗 以结论来看这是错的 正确的说法是只要日文有一定程度 中文表达能力也好就具备当译者的条件 第二翻译是能够自由创作展现文笔的工作 有点正确又有点不正确 以商务翻译来看 很可惜自由创作很多时候是不被接受的 最后一个是自由译者的工作自由自在 不受限制 自己做主的工作相信大家都很憧憬 但是自由译者其实不像字面那样自由 大家都答对了吗 还是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这边先带大家了解一个观念 input到output input是理解日文 output则是转化后的中文 没有好的input或是output的结果不理想 都无法成为专业译者 了解基本观念之后 我们来详细说明专业译者该具备的条件 第一个是日文能力 这是成为日中译者的第一步 好的input来自正确理解原文 不管是文法 词汇 甚至是日本的文化习惯 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更建议要拿到N1资格 再来是中文能力 中文是output的产物 什么样的output才合格呢 商务翻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通顺自然的中文 请大家念念看下面这句中文 建议先按下暂停 念完有什么感觉呢 要记住这个感觉哦 接着来看日文原文 对照一看 会发现每个日文字 其实都有翻出来 但是请大家想想看 这样的中文到底合不合格 请回想刚才念完的感觉 只要你念的时候 觉得卡卡的 有点奇怪 就不算合格了 再来请念念看这一句 请自己比较看看两句的差异 翻译没有正确答案 十位译者会翻成十种样子 当然也会有更好的译文 要怎么客观判断 中文是不是通顺流畅 建议多读中文 吸收或练习各种不同领域的写作风格 一定要避免自己日文太好 反而被日文洗脑 才不会忘了什么才是正常的中文 再来 更进一步提升中文能力的方式 是增加自己的词汇量 例如 Elegant 可以有优雅 典雅 高雅 雅致等等的中文 当一个日文能用多种中文翻译 而且能依照领域 译文的读者群选择适当的词汇 就能灵活完美地将日文转化成中文 译者的能力建立在日文与中文的基础上 但除了日文与中文要好 专业译者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 第三 资料查询能力 资料查询是翻译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翻译 都离不开查资料 例如有不清楚意思的单字 就要查字典 原文中出现了专有名词 就得上网查询有没有正式的官方说法 出现了业界用语 也需要查询在那个业界 一般的说法是什么 除了会查 还要查得正确 查资料是有技巧的 即使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也有办法在广大的网路中 找到适合的词汇 会查询 会判断哪些词可以用 也是专业译者具备的能力之一 再来是第四 电脑操作能力 现在的翻译都用文书处理软体 基本的操作是必须的 在商务翻译中 客户常常会指定译文的格式 例如字形 字极 有时候还会指定行具 这些调整不难 但如果完全不熟悉文书软体的操作 在翻译的时候就会降低翻译的效率 另外 专业译者还会运用软体或搜寻技巧 提升翻译速度与品质 例如word的寻找与取代 醒目提示 网络查资料时运用Google搜寻技巧等等 都能让翻译工作事半功倍 接着是妥善安排个人时间的能力 千万可别小看这个项目 来举个例子 请大家配合日历一起确认 客户A在1月6号委托5000字的案件 希望在1月8号完成 客户B在1月6号委托9000字的案件 希望在1月9号完成 客户C在1月7号委托4000字的案件 希望在1月8号完成 请问1月6号到1月9号之间 每天该处理多少字才翻得完 该不该跟客户讨论交稿日 还是都可以如期完成 一般而言 一个人一天可以翻译的字数量 会用2500到3000个日文字为基准 每位译者的处理能力其实不太一样 不同的领域需要花费的时间 有时候也会不同 为了维持品质加上准时交件 掌握自己一天能翻译多少字 哪些领域需要更多时间 一天中固定的翻译时间有多长等等 就会非常重要 第六点 仔细与负责 也就是要秉持专业态度 翻译本身是着重细节的工作 例如客户给了5个档案 交件时却露了一个 或者Excel档案中有2个工作表 翻译时却只翻了1个工作表 甚至客户要求某个词汇 一定要翻成指定的中文 却不小心忘记了 这些疏失都会导致后续的品质问题哦 仔细确认客户委托时的联络事项 有必要的时候在交件时留下注解向客户说明 确实回答客户的疑问 都是专业议者对品质负责的重要态度 第七点 沟通能力 译者也需要跟别人沟通 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翻译吗 翻译确实是一个人完成 但是译者还是得跟客户沟通 不管是沟通交稿日 还是对翻译工作的要求不清楚 都需要询问客户 像是确实告诉客户问题 提出自己对英文的想法或处理方式 都属于翻译工作的一部分 最后是要积极吸收新知 翻译产业也不断地在变化 新的技术或工具 甚至是新的观念 都会影响到实际的翻译工作 为了不被淘汰 多吸收相关知识与技术也很重要 是不是对译者该具备的条件 有基本的认知了呢 那么该怎么当上译者呢 说明成为译者的管道之前 先告诉大家翻译产业的基本结构 第一种是客户直接委托 译者翻译 这里的客户通常是出版社 或是有翻译需求的企业 客户需要自行寻找合适的译者 译者交件后的档案 通常也是这些企业会自行确认 希望从第一种管道接案的译者 需要自己开发客户 相对的也比较有空间 与客户谈费用 第二种是客户委托翻译公司 翻译公司再派案件给译者 客户找翻译公司的原因有几种 例如没有寻找译者的管道 希望由翻译公司管理排程与品质 委托翻译公司一次翻好几种语言 有其他附带工作等等 翻译公司会先确认好客户的需求 再将客户需求转达给译者 这种时候 译者是对翻译公司负责 翻译公司则对客户负责 跟第一种管道比起来 译者不需要自己开发客户 如果有合作愉快的翻译公司 就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案件量 第三种更复杂了 假设客户要做多国语言的网站 当中就会包含网站设计 多国语言翻译 后续的网络行销等等 有时候直接找一间 可以处理全部业务的公司统筹 对客户来说最省力 但这类广告代理商定位的公司 却没有寻找译者的管道 因此就会找到翻译公司 第四种是翻译平台 机制类似外包网 有许多是跨国性的 平台会提供案件资讯 译者要自己竞争案件 这类平台大多主打简单迅速 客户想快点找到译者 快点拿到翻译的档案时 就会选择使用翻译平台 而平台会有自己的译者评分方式 提供客户选择译者的判断标准 有了基本了解之后 该从哪里着手呢 要成为译者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 接受出版社的示意 如果喜欢翻译出版品 像文学 实用书 漫画 工具书 就可以搜集会出版 日文翻译书的出版社 再确认有没有应征译者的联络方式 如果有 请大胆地进履历 接受示意 第二种是从翻译公司承接案件 要跟翻译公司合作 通常也需要先经过示意 另外 翻译公司大多数都长期在找译者 有明确的应征管道 建议可以多试试看 另外 刚开始尝试的 都会是台湾当地的翻译公司 有一定翻译经历之后 还可以到日本等国外的翻译公司试试看 第三种是到翻译平台找案件 这里的翻译平台有很多种 例如外包网是一种 其他还有云端翻译平台 翻译服务平台等等 也都在招募译者 这样的平台很多也需要注册接受示意 通过后就能在平台上竞争案件 但是要注意 这样的平台通常不像出版社或翻译公司 有可以直接询问的窗口 在尝试翻译平台的时候 记得要多注意合作的条件 以及接案的规定 上面提到的这些 通常都希望译者有一定的翻译经历 如果资历不够或示意结果不理想 又该怎么办呢 还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到人力银行 看看出版社 翻译公司等企业 有没有其他的职缺 如果能进入这些公司 就可以了解出版翻译或商务翻译是怎么运作的 当然也能接触到前辈译者怎么翻译 另外还可以看看 有没有企业在找跟日文事物相关的职缺 以日商为例 有些公司会应征与日文事物相关的职缺 像是日文翻译 日文秘书 或日文窗口 这时候要注意工作内容 通常这些职缺 工作会包括其他与日文相关的附带工作 虽然这不是自由译者而是正职员工 但还是能接触到一些翻译相关事物 可以借此累积经验 对新手译者来说 累积经验十分重要 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管道 平常多拿文章自行练习 多参与试议 当通过试议获得合作机会后 务必积极接下第一笔案件 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最后 想成为专职译者 除了有能力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先做好心理调试 试议的过程有长有短 即使通过了试议 也不一定会马上接到大量的案件 在成为专职译者前 请先评估自己能接受多长的待业期间 如果不想影响现在的生活 可以先有一份正职 在上班以外的时间 接零星的翻译案件 累积实力之后 再转职成专职译者 当上专职译者之后 也需要持续加强自己的能力 要记住 优秀的译者绝对不缺案件 对本单元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提问哦 下个单元 我们会说明商务翻译的特色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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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